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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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些一定是猴上的 马婆出几只肯定有些前有些猴 所以这场赛事如果中等偏慢步速 猴追那些有没有追下呢 追不着切呢 应该说 预计会比较难追 不过这个同舟共济 我觉得它也挺厉害的 看上一场030长次 上次的难楼的步速 是 这场步速真是慢到潘顿 早两段真是按得很慢 弯位才跟你走 真是入弯开始才踩油 同舟共济其实入直路 第五位入直路而已 但落后三个马位 那场没断 22秒62都很难追 他追过22秒15追上来 只输过短马头位 真是挺厉害的 这场的特色就是 很多马其实都没什么分在手 同舟共济算是少数 我觉得都还有上升空间的马 始终北半球 我觉得都应该有水位上升 这种马谷草 我觉得它很厉害 不过沙田也贏过 捕捉慢不要紧 正如阿佳所说 上一场一样捕捉慢 它也一样扑倒上来 现在就是希望可以入直路 及早望空 让它发挥它的dash上来 我觉得它也还有条件争成 这次大不利颠感标的亚军 都升得很快 上轨拿了两场头马 但发展进停 它不是中距离 跑到2,200那些 缩回来照计 这个路程一定比上一次好 上一次追得到 今次希望临场 不要太慢捕捉 如果太慢的话 刚才看速势走位图 安彩有点好处 因为上一次跑的时候 一路走外踏 那场路程是严短 热了身 今次就不同了 找回英国安系的御用杀手 不过也要看上一次 那场马 法财先锋 那些一齐都要看 还有天使 快逆线 看看法财先锋 可以看完这一只 法财先锋 怎么办 千年老二 跑得快100分 你对最高级的马 和对谷草的马 都是第二 上次还输给同马房那只 或者这么说 始终这只马轻速一点 人家保罗成全 就是千六专家 你斗爆 你过几个都过不了 但是能保持走势 跑到第二 天使猴上第三 真是惨 回来每次 你看那些胜负距离 一个头 一条颈 加起来很多第二 但是 正如洛富全的访问 华齋报导 四只马最想赢 当然是这只 八财先锋 今次中到潘顿 如果真的和大家 所画的幅图一样的话 安彩先 他拍着第二位 跑到千八 这只马 应该很合脚 其实我都觉得 这只马千八 会比千六 还有如果潘顿 辣辣辣辣辣辣辣 但潘顿 有时候法力点 拿力得很准成 如果这只马 真的可以选对法力点 我觉得仍有赢面 不论如何 我觉得他跑到正常水准 三架机会很高 是的 即是你不买赢 三架都要预 一定要预 但是如果刚才看了 安彩这样的形势 这样都回来 不是输得远 你计算赛职 这只马上季 经常跟那些快益线 同场路路绳 买过两次三重彩 如果今次又开这几只 就挺好分的 这一场 刚刚你们画 部速偏慢 但健康快区 可能要快一点部速 才容易追上来 这只马尔未开戏 初出已经跑千八 大家又怎样看 我都很喜欢这马 上季我每次都选择 但刚才我想说 为何我花那么多时间 去量度这场马 因为 不能够位置给他 其实我都放了他进去 不过是担心的 未开戏跑千八 希望这只马尽 可以交到表现 这场呢 看看我们选择什么马 这场其实都挺混乱的 选择三只 连赢位置Q 试一试 发财先锋 这是热碗 安彩和同舟共济 连赢和单T 发财先锋做胆 但不敢捧位 你这只太难赢了 配角方面 天市可能收到好位 另外快益线 同舟共济 审集成一队都要 健康快区 希望准成马 初出可以排位水准 总有一天会赢的 最近很多处女马开债 希望发财先锋 快点赢 接着第八场赛事 就是我们精选场次 当然也是明天的精英丸 这一场因为阳榜赛的关系 所以福日出到来 是呀 因为他高分 要背135磅 巴杜选这只 因为上次松草成名 他也有份跑 松草成名换了他欺威心 当然大家都会看着金钻贵人 潘顿不幸 可以排着十一档 不过这场 继续上去 真是很sharp的前置马 就不算很多 看潘顿会不会放在前面 就克服一些 继续上去这场 步操可能正常 未必很快 刚才那场不赢 这场很多都会赢 短途马王级 今次显贵人 上次特首杯加14分 也很厉害 这次潘顿即是做到榜 拿回水拳 也十字名归 看上一场如何赢马 直加那么多分 守住第三位 入到直路 都很快都已经在中档出了头 其实就不用那么急 咳到别人就是佛庭赛 你赢那么远 其实去到最后200分 一打大鞭 骑下去 马一趴着 都有一点向内挨 劲得向内挨 都订得了其他马 这么像金枪60 一加速就马上来事 劲得 三五四分 一万位回来 资料很轻松 再看他的货集 什么叫清风送爽 你看这货集就知道了 日圆去到直路 撐住 你看旁边那只金多库 苏绍辉 摄了衣服 好像出菜 摄下去 你看金钻贵人 松下松下 他过不了金多库 其实是80分PP 终点前能 然后后面的真友 骑到脱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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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这款马 留又可以 即是放又可以 那些跑法很弹性 还有有时这些前哨战 即是很高分的马 就未必目标 但这些冲上来也不怕 我要赢 要加分 所以可以继续跟进 还有阳榜优位 你想想这次 你们未来的对手 都是什么平榜 那些国际赛 今次要靠这个阳榜 有机会在这里 先取出一个赢 还有潘顿难得可以拿回这款马 相信之后的国际赛 也会保持这款马 还有一款马 也是在上来的 崇草成名 好像他的汗湿表现上 还未能改善 不过上次跑直路赛 是不是速了一点 上次好像全程看空 不太喜欢这种跑法 因为你知道 崇草成名的变速都很重 跑直路赛 《彪之未来》 《当家侠王》也一起看 《彪之未来》出集 有点点 《崇草成名》 这里看空 其实汗湿上 里面还有一点 还有 其实马尾未去到状态巅峰 当然去剑指大赛 但里面最财1000位专家 其实他上去1200之后 1000可能现在对他来说 速一点 但是你看巴道 这边骑两步 去到旁边 最财过去 他都是少少收盲 所以今次 刚刚那场 令到潘顿今季 他跑得急制赛 就赢了 因为人家有少跑错 他跑得对 从早成名 如果大家记得上季 去人山田人平 就是那些转弯 紧张大赛 当有目标追 时 马尾加速来就不同了 所以我觉得今次的形势 是有点似的 巴道没办法 因为其实是复日 你用《希威心》 《希威心》 手风都不错 所以这马尔 跟金转柜一样 其实是上来 又不用带重磅 都是真正主角 还有上来 不要留一只 希斯马房的街运材 社会最稀笑 看他上一场 046场次 这一场 他又跑出水准 沿途早段守住七八位 入到直路 在中档望空 逐步追上 是用点力的 因为始终这一场 他背着132磅 但现在看回 第二名和第三名 洛满贯和姓德威蜂 不再出都串到Q 甚至乎再厚一点 上进之星再出都保重了 这场他积过22秒23 全场追反不断赢马 表现得很好 这只马本来很有声味 不过上季 表现又完全不符合预期 整季回了气 会不会现在真的好 还是上一场 加那个阳无面孤 加对的配备 两样都有可能 不过如果这只马 真的跑得回 背过115磅 我觉得这一组 他都不 他都挺有乐器 将来 他12米嫌短一点 趁现在 上次还有新鲜感 这场亦都是 应该有足够的捕捉 揹着一个轻绑 怎么都要博 还有一只 巴道选了一只 蜂蜂蜂 未看马之前 不如我们看看巴道如何说 他的肌肉 很难不过 他们也有动手 鱼蜂蜂蜂 这次的肌肉 他也是浪费 这是个想法 他还好 他非常好 他回不过 他继续了 他能够做 这种肌肉 的肌肉 多少 他多变成了 这些季度 难以解释 他一直都很高 很浅 他一直给了 能力 前往股頭差點就好了 再看看 how he'll be on race day 你跑到第七度 他會把最高的東西給他 是那一個關鍵的問題嗎 一切不容易 尤其有長的新星星 這次輪胎是比較短途馬王 所以這次輪胎是比較重磅 不過賽前看那些雜 我都喜歡八百九九 當然不是最優勢 一定去到國際賽 但這場賽事是因為是一隻後上型馬 有時後上馬很重磅 又不要擔心 反而是跟著步速 不斷拉折一段 所以這些有級數馬 你不幫他勝出 我想你也要考慮他 是 現在少少擔心鬥志方面 他的低分馬一定要搶分跑再大賽 他去年也是武林盟主 已經是最高分證明過了 會不會目標會放在之後的大賽那裡 而這場他不斷拉折和你跑 這方面是有一點疑點 不過我記得他上季一場二級賽 打算拉折跑主席獎 之前都贏了 可能這些級數關係 有時都沒有辦法 衝到上來就去 不過上屆精英碗 贏了我們就標之未來 揹著122磅 究竟重磅馬是否差一點 因為不止他一種跑法 手留著 同樣重磅也是手留著的 還有顯心聲和當家猴王 當家猴王這次排一檔 對他來說其實不算很大幫助 甚至要找位 但這隻馬上一次 有一點圓圓圓的 臨場見這隻馬 所以跑了一場 他的體重跌了一點 還有今次你見偉達 在賽前又落草地 親自摸上去 好像想壓迫他 做些功夫 他也是一隻級數的馬 還有這隻顯心聲 今次是楊明倫 看看換了配搭 大家又如何看 應該是冷門 看看這場我們選擇什麼馬 這場選擇四重彩 用金鑽貴人做膽 和松草成名做膽 兩隻都是當打的馬 討回福日 當家猴王 標之未來 和佳運財 我連贏和單T 膽肯定是金鑽貴人 目配角方面 福日始終要尊重它的級數高 另外重數成名都要 街運財都要 試多隻偉少布 我覺得這隻馬 今季都頗健康 背個較輕些 看看有沒有機會 跑到冷腳 偉少布經常都是冷門 不過這一場 我覺得一對側身馬 正在上來 看看他們會不會 可以穿到Q位 8號、9號 一對 買Q位置Q的 稍後回來看看其餘場次 我們會不會 看見 我們會不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